这里是北太平洋 我们船正去往美国装玉米 今天天气不错 大副和水手长带着大家对舱口盖进行一个水密测试 这也是我们水手的日常工作之一 这个活不算太累 就是拿着高压水龙带往舱盖的一些关键部位冲水住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水密测试呢 相信原因大家应该都猜得到 我们的船舶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经常遇到各种恶劣天气 如果船舶的舱盖水密性不好 在遇到大风浪和雨水天气的时候 舱盖漏水就会造成祸损的经济选施 我们的水手长带人得下到舱底 然后封舱 外面的水手们用水枪对着舱盖间连接的部位 以及舱盖与舱口围板接触的地方喷车 移动水柱要保持一个匀速 大概0.5米每秒 舱里的人要跟着我们这个水柱 用强光手电筒同步照射 发现漏光的地方就要做好标记及时报告 一般一个舱半个小时就搞定了 以前发生漏水导致货损的例子特别多 特别是远洋航线 航程长遇到恶劣天气的机会比较多 有的整个货舱的货物 因为遇水而变质给船东造成极大的损失不说 还会破坏船东的信誉 就算是不怕水的货物 舱内进水的话也会影响船部的稳性 如果遇到台风天气 那可是相当的危险 更别说装在一些寄水型危险品的船了 所以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我们船上的惯例 干完活晚上就要吃顿大餐 说好的要减肥 这船跑着跑着人就变胖了 哎算了 吃饱了再减肥 老铁们 大家对海员的工作生活 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也可以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